哈喽同学们回来喽 接下来请把书翻到155页 我们看一下第二节非流动负债 先说一下这节的内容要比第一节相对而言重要一些 难度比第一节而言相对难一些 因为这里涉及到大量的计算 所以把你的计算器准备好 一会儿要跟着我一起来算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长期借款 这页码不准是吧 以后不说一页了 我这是出版的 打印的这个页码不准 我也不说一页了 你们自己翻 自己翻 我这页码不准 来看第一个问题 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指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记录的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借款 小于等于一年的 叫短期借款 大于一年的 叫长期借款 接触时借银行出款贷 长期借款本金 如果有差别 那就是利息调整 说为啥有差别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现在极其少借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其实 借款利率是有国家规定标准的 你不能说 好容易来一家企业将我借钱 我给他弄20%的利率 这不让 但有些一个商业银行人家也赚钱 说你的利率就6%最高 是吧 我怎么能把它提到10%呢 我就算一下 说你借了100万的本金 对不对 我给你放款的时候 我不放那么多 我放96.5万 你会差的这3.5万 这3.5万就是补的什么 6%到10%中间这个利率差 你为了还钱 你要还100万的 那那3.5万也相当于是利息 那这个利息放在哪呢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当中 但是原则上现在是不允许的 人民银行明令禁止 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所以现在好多商业行 这个弄别的咨询费 这个理财费 各种费 反正你借钱吧 借钱你交钱 各种费 他给你开也开发票 各种咨询费 理财费 管理费 托款费 一堆明目伤胆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都不对 这都不对 都不允许 听明白了吗 听一听就行 再来 长期借款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叫分期复期 到期还本 还有一种呢 叫到期一次还本复期 各位同学 这俩你能分清楚啥一次播 分期复期就每一个月 或者是每一个季度 或者是每一年 你都在给我复理一期 然后到期把本金还给我 而到期一次还本复期 那就是到期了 把这整个三年的利息 和本金一次性给我 而我们用到的快递科目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分期复期 它属于流动负债 用应付利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期 那是非流动负债 用长期借款 应付利息 说清楚了吧 我们一般啊 住快考试 不会在这里给你 这个瞎弄 说这个借100万 实际到上95万 有利息调整 这个一般不会 明白这意思吗 一般不会 所以我们的应付利息 和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都是本金呈合同利率 就可以了 而记录到相关资产成本 或者是当期随意的 也是这个金额 但是 如果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 借100万 实际到上96.5 那我就问你 真正借的本金是100吗 注意不是了 是多少 96.5 所以这个时候叫什么 叫他余成本 你算利息的时候 你得拿你真正的 他余成本去乘以 实际利率 而并非合同利率 简单了解 不在这纠结 因为一会儿 我们要讲应付债券 那个地儿 是得按照这个来 那个你会了 这个你也会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它的科目归属 如果你是一般的借款 没有用于资本化资产的建造 那就是财务费用 但是 如果你用于了符合资本化资产的建造 那就是在电工程了 如果你用研发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就是研发支出 所以快递科目归属 这个大家要听清楚 要听清楚 然后接下来是归还借款的本息 归还那时候借长期借款本金 带银行存款 如果有利息 那就是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存款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 借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带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来公司在这儿 数星星吧 各位 就这星星你得知道啊 你看长期借款有星星吗 它没星星 明白了吗 你得会数星星 听懂了吗 你得会数星星 你们现在就跟这鸭提 这鸭那鸭 就咱们啊 就我总说啊 都是成年人 也有个基本的信任 是吧 你得相信我 我不能让你达100分 但是及格呢 只要你信我的话 还是大有希望的啊 来 数星星了 几颗星啊 同学们 俩星 是吧 俩星 我尽量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喜欢我 因为你喜欢我 说吧 你喜欢我 我多一斤肉吗 多一斤肉 我还得往下剪 你喜欢我 你才能有动力来听课 听了课 你才有机会通过考试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对吧 你今天来一个人 来一万个人 对于我来说 没区别 所以各位同学 真的啊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掏心掏肺的去帮助你 这个啊 你得相信啊 你得相信 这个 反正啊 就是你考完之后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个人嘛 相互认识 都有一个熟悉了解和信任的过程 咱们现在已经到第八章了 该信任了啊 到第八章了 该信任了 来我们看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包括两种 第一种叫一般公司债券 第二种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么对于一般公司债券 它的发行有三种情况 首先你得知道公司债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目的是什么 融资 筹集资金 缺钱了吗 来 找个人啊 借我点钱 来 杨默 你借我点钱 他说行啊 你给我打个欠条啊 好 我给你打欠条 欠条什么 公司债券 就这意思吧 当然我发公司债券的时候呢 有三种发行的价格 分别是折价 溢价 和平价 平价也叫面值发行 那说这三种发行价格 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来 这里有个表格看好了 这里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票面利率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名义利率 还有叫实际利率 各位同学你要了解过程 我发债券 我今天定好了 经过各种审批 各种流程下来 它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有的可能几个月 我当时根据市场利率 包括预估的利率 我定了个票面利率 但是我真正发的那一天 市场利率 跟我当时预估的票面利率 定的票面利率 可能不一致 当然也可能一致 那不一致的话 就会有两种结果 第一个 我的实际利率大 而你票面利率小 啥意思 你比如说实际利率 现在就同期限的利率 人都6%了 你这个破债券才4% 你说一说 我能把钱借给你 风险什么都一样 我能不能把钱借给你 我肯定不借你 人有6%收益率的 我为啥不把钱借给6%的呢 你俩啥都一样 资产规模 信用风险什么都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了 让你来买我的债券 让你把钱借给我 说我这个面值是1000 我发呀 我万一千发 我给你折价发 900 你现在把900给我 未来我还钱还1000 面值还你嘛 所以你会发现 1000和900之间的差是什么 也是利息 那这个利息是为了干什么 为了补偿你4% 和人家现在实际利率 6% 这两个利率差 为了补偿这个东西 所以我只能打折去发 明白的意思了吧 反过来呢 说现在实际利率6% 而我当时预估的利率 都达到了8%了 你说说我现在按1000去发 那我得赔多少钱 我未来给人负利息 我按8%去付 现在同样的情况下 市场上只有6% 所以这时候我得多发点 比如说我按照1120公里去发 这叫什么 这叫一价发行 而你的面值一定是1000 面值不变1000 但我的发行价格变成1120 各位我多收这120 我未来需要还你吗 不需要啊 我未来还你钱还1000 按面值环呢 那这俩之间的差格 是为了补偿6%到8% 这两者的利率差 这叫什么 这叫一价发行 那还有一种就是最好的情况 实际利率是6% 而我当时估计的利率也是6% 即我票面上印的利率也是 这时候咱就评价发行就行了 那发多少 发1000呗 你面值1000 我发的也值1000 但是这种东西跟中500万 中5000万一样啊 极其少见 明白了吧 就发债券这事本身 市场利率每天都在波动 你极其罕见的说 当你能蒙对6% 明白这意思了吧 所以一般公司发债券 我刚才介绍过背景 你要知道 不是今天我说发 我今天立即发 因为这里要走很多的审批流程 你公司董事会要批 股东大会可能也要批 然后你要报相关的监管机构也要批 批下来批下去 过两个月三个月太平常了 这时候你的利率跟当下的市场利率就不一定一致了 所以我才有了折价 溢价 包括平价发行 好了 这个背景咱们先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快递可算 首先 我发行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这收到的是什么 是你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日 咱们先在这里 先不考虑发行费的事 听好了 我先不考虑发行费 但是你想一想 发债券是你在大街上卖东西吗 来 我这有支笔 谁买谁买是这么吗 你得找什么 找券商 让他去替你发债券 那你得给人钱 咱们先不考虑发行费的事 先不考虑发行费的事 假设我发债券 它的面值是一千万 但是我发的是一千两百万 我收钱收一千二 来 这插个是跑贷房来了 贷房是啥 一价呗 多发了 所以这二百 这是一价 看明白了吗 这能看懂吗 借银行存款一千二 但应付债券面值 一千 但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二百 这叫一价发行折价 反过来呗 跑街坊去 好 这是不考虑手续费的问题 那接下来考虑手续费 你给人家支付了十万元的手续费 来 那你少收钱了 你收的是1190 面值不变呢 还是一千呢 那你会发现这个溢价金额要减少十万 变成1190 那190 是吧 变成190 所以借银行存款1190 带应付债券面值一千 带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一百九了 所以你的发行费 如果是溢价 那就冲减一价 折价呢 增加折价 来 换一个例子 说呀 还是一千二 对不起 还是一千的面值 这回呢 我九百万 我就发了 九百万就发了 不考虑手续费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数 跑借房去 一百 对吧 跑借房去一百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支付手续费 说我支付十万的手续费 到手多少 八百九 好 你面值不面 还是一千 所以这插价跑借房 借房会增加这十万 变成一百亿 你看 他在折价 那就增加了折价 如果一家在贷房 那就冲减一家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一家你多收钱了 对吧 面值基础上 你多收钱 那冲下去 折价呢 折价你本身 你就打折了 你还少收钱 那就增加了折价 这东西不用备 汇快地分数 直接这个东西 就倒击出来了 听明白了吗 来 各位 我问你啊 这一百亿是啥 这一百亿是啥 说白了 他也是利息 对吧 他也是利息 你想想 你现在借钱借多少 到手八百九 未来还钱还多少 还一千 你多还的这一百亿 不也是你的利息吗 对吧 假设这个期限是五年 那这个利息 你需要在五年内 去把它摊销 跟我们之前讲 分期付款购买 固定资产 具有融资性质 包括五行资产 具有融资性质 分期付款购买 一样 所以我们得按 实际利率 来计算 你的利息 那怎么算呢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 我们在算利息的时候 应该如何进行计算的问题 记住了 利息怎么算 各位 本金乘利率 再说一遍啊 利息怎么算 本金乘利率 所以你在算利息的时候 你得找本金 然后这个利率是什么利率 是票面的利率吗 注意那是名义利率 你得按实际利率 考试实际利率 是已知条件 所以你需要找到的是本金 这个本金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叫贪余成本 我们讲13章的时候 会介绍贪余成本的概念 现在你把贪余成本 就给我理解为本金 听明白的意思了 所以你记录到资产成本 或者是当期损益的金额 这个利息应该是你实际的利息 实际的利息怎么算 本金乘利率 这个利率是什么利率 各位把你那个卡斯兰 那个大爷你给我瞪起来 市场利率 而不是票面利率 而你这边的应付利息 这叫分期负息 应付在这儿应激利息 这叫到期一次关门负息 这个利息是按照你合同上约定的 即它是票面利率 而且是拿你的面值去乘以票面利率 这是你实际给的 这是你真实的 这俩一定有差 除非你评价发行 否则一定有差 那这差格 就是利息调整的摊销额 你当时利息调整在待房 那它就从借房探 你当时利息调整在借房 那它就从待房探 反正是从相反的方向去给它摊销掉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一块有个例题 咱拿例题 带着大家走一遍 到期归还本金和利息 把这还给人家了 那是借应付在这儿面值 永远还的是面值 带银行重管 如果是分期负息 最后一期的利息也得给 那是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重管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那就是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带银行重管 看明白这个过程了吗 还本还息 来 命题角度 考试有可能考你到选择题 让你算一下应付债券 某一期期末的摊余成本 一把啊 咱们猪块考试考一期两期 不会考三期四期的啊 一期两期 期末的摊余成本怎么算 拿期初的摊余成本乘一块一加实际利率 去减 应付债床的面值去乘以票面利率 当然这里是有一个条件的 这个条件它是分期负息 给它写上来 这里是分期负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负息 就不用减了 不用减后边这块 这后边这个就不用减了 因为你没有付出去 所以这里有个条件 是分期负息 来 我们找题吧 各位 这个题呢 难度没有 就是数字比较讨厌 那么长的数字 我讲慢一些 你一定要跟住 来 我们看一下 20某一年12月31日 蒋思经批准 你看经批准 他不是自己想发就发 发行五年期 一次还本 分期负息 公司债券一千万元 债券利息在每年12月31日支付 票面年利率为6% 加定 发行债券的市场利率为5% 同时给了期数是五期利率是5%的负利限制系数和 期数是五期利率5%的年金限制系数 这俩都给了 然后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 你看这个题他没有给你发行价格 所以第一步我得算发行价格 那咱怎么算呢 来画图 几年呢 5年 1 2 3 4 5 一共5年 题目当中告诉你是分期负息 到期还本 所以每一年的年末 你得给人利息啊 负的利息怎么算 实际支付的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面值是一千万 票面利率是6% 所以每年的利息应该是 六十 对吧 每年的利息是六十 第一年给人六十 第二年呢 给人六十 第三年呢 给人六十 第四年给六十 第五年给六十 再加上本金一千 这是你每年的资金的流出量 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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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对吧 六十每个相等金额等额的支出 这叫什么 年金 是不是 我现在要干什么 我要现在算限制 这个限制就是你的实际发行价格 怎么算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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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它给我折到这个点 算限制 利率呢 题目当中给了 是6%吗 各位 你算的时候得拿市场的实际利率 5%来算 所以你折到这个点的限制 就是你的实际发行价格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没有基础 不知道货币时间价值 但是我之前给大家补充过 各位年金这事我也补过 算限制怎么算 拿年金 A 技术 这些都给了 这些都给了 所以这些加这一块 就是你批这个点的限制 看明白了吗 这个点的限制我们算出来是多少呢 来单位是元奥 10432700 10430 10432700元 这个金额是你实际发行的价格 各位我就问你 你的面值是1000万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你的发行价格高于面值了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的票面利率大于了实际利率 所以各位你算出来的时候 你脑子当中要有印象 这个数字算出来 如果你小于1000 那你肯定算出来 市场利率才5% 我的票面给到6% 我一定是溢价发行的 而你算这些数小于1000 那一定算出来 一定算出来 一定算出来 反过来 如果我的市场利率是9% 票面利率是6% 你算这些数又大于1000了 一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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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是小于的 所以你经过计算 实际上你是可以准确的知道 它的限制是多少 就是你算出来之后 你看大还是小 对吧 你算那些数一看 眼睛一看就错了 那你又肯定算错了 肯定算错了 要么系数用错了 要么你计算器按错了 听懂的意思了吧 好 接下来 这个点的限值 我以万元为单位 是1043.27万 万元为单位 各位 这数是什么 这数是什么 这数就是你的本金 你的本金就是1043.27 这就是你的本金 有人问60怎么来的 同学们你告诉他 60怎么来的 就我发现 我这有一点不写 就不行 60是这么来的 有人问PA是什么 我这数块我还能讲呢 不 你这一点基础没有 PA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年金 限制 PF 这是复利 限制 行了吧 说这个你还不会 那你就听听蒋老师之前给大家补的这些基础 蒋老师之前都给大家补的这些基础了 各位算出这个点的限制之后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 我算每一年实际的利息支出 我就以第一点为例 来 各位 第一年 年初的本我有没有 1043.27 我说有了 那我问你利息怎么算 利息怎么算 利息呢 就是本金乘利率 本金乘利率 本是多少 1043.27 利率呢 用票面利率 还是用时机利率 记住 你给人付钱的时候 你是用票面付的 但是你算利息的时候 你必须是按照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来 我给你算一下 1043.27 乘以实际利率是5% 拿计算器 别看那个表格 1043.27 乘5% 这是52.1635 52.1635 这数是什么 这数是你第一年的利息 是你要付出去的吗 注意不是 你要付出去的每年都是60 看到了吗 每年都是60 那你算的实际利息 为什么少呢 你想不想这个问题 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你当时拿钱拿的多 你多拿这43.27 是要充减每年的60的 明白的意思吗 你不是一家发行的吗 你未来还钱还的是1043.27吗 不是啊 你还的是1000呢 你多收这43.27 实际上每年的利息都会往下低减的 每年利息都会低减 你真实的利息不是60 你比如说第一年算出来的是52.1635 好 接下来说这分路怎么做 分路怎么做 来 我给你写出来啊 你不要看那个答案 你也不要跟我刷屏 有刷屏那个时间呢 你就听课吧 财务费用 这是你实际的利息 实际的利息是多少 我刚才算了那数啊 52.1635 对不对 52.1635 但是各位 你给人家负利息 你记题那个利息是多少 记题那个利息是应付利息 是60 所以贷应付利息 是不是60啊 所以你会发现借贷方是有差别的 那这差别是什么 这差别就是利息调整 所以在借方要有一个应付债券 二级名系利息调整 我们减一下 减60 这是7.8365 看明白了吗 这就是第一年年末 你要做到快递分入 好了 来 接下来 发行价格我们算出来了 这个表格咱们一块说 先说你发行时的账务处理 借银行冲款 这是你实际得到的钱 1043 2700 但应付债券面值 这是1000万 利息调整 这两个差 43 2700 这43 2700 这什么 说白了 就是你的利息 充减 就是你的利息充减 为啥 你现在拿这么多钱 未来还这么多钱 是不用还这些 因为你是付利息吗 忘除付支付利息 所以就是你的利息充减 你看 你这五年 你要付给人利息付多少钱 一年是60万 五年下来是300万 五年你要付300万的利息 但实际上的利息 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 你每年记录财务费用的金额 五年加了一块 一定是300万去减它 一定是300万去减它 一会儿你加一下 你看是不是 你拿300万去减 43 2700 这个利息一定是你每年 进财务费用的合计数 因为这相当于是你多收的利息 多收的利息 好了 来来来 第一年 借财务费用52.1635 带应付利息60 插个借方应付利息 利息调整 应付这些利息调整是7.8365 你看 当时这个利息调整在贷方 对不对 现在呢 从借方给它开始摊销 来的时候在贷方 借方开始摊销 好 接下来回过头来看表格 你看 第一年 在某一年12月31日 就是第一年的年初 你那个台语成本是多少 是1043 2700 在这呢 1043 2700 第一年的利息怎么算 本金乘利率 利率是6% 利率是5% 所以你第一年的利息 应该是1043 2700 去乘5% 算出来这个利息 这是521 635 你付钱付多少 你付60 对吧 付60 利息是这么多 利息是这么多 你付的是60 所以你多付的相当于是还人家的本金 你相信是把本金还了一部分 本金还多少 还7836 那这时候你告诉我 你的本金还是最初的吗 就不是了 在最初的基础之上 要减去你偿还的本金 剩的就是你第一年年末的本 10354 335 看明白了吗 你第一年年末的本有了 那我就问你 第二年的利息你能算出来不 拿第一年年末的本 10354 335 去乘以百分之五的实际利率 算出来 这带小数了 数不重要 重要是方法 你得汇 这是多少 517 716.75 你记住 每年你给利息都给60万 那这里真正的利息 是517 716.75 你又多还了 多还了 82283点 多少 25 这是啥 这想想你还的本吗 那本金又降低了 对吧 拿上一年的本金 去捡你当年还的本金 就是我这一年年末的本金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接着我问大家个问题 我问大家个问题 就是个第三列 这些数字加在一块 你看第一列是 第一年是78365 第二是82283.25 第三是86397 第四是90717.28 最后是94937.06 各位 这些核在一块是多少 这些核在一块是多少 你这脑子当中得有这数 你得有的意见 这些核在一块 就是你当时的那个利息调整的金 哪去了 看后边呢 分数在这呢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它 因为你相当于是每年去贪销它吗 对吧 每年去猜招它 好 来我再问你啊 利息费用 这一列 第一年是521635 一直到最后是505062.94 请问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 你真正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你真正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就这些加在一块是多少 各位 是多少 你真正的利息费用 应该是拿300去减它 对吧 那我刚才给你写的这是利息的充减 这是你名义的利息 你充减这么多 这俩一减完之后 是你实际的利息 你可以减一下来 拿300去减去43.27 我你写上去数啊 256.73 256.73 就是你利息费用这一列 加在一起的结果 看明白了吗 就是这一列加在一起的结果 OK了 行 差不多 来我们看看会计处理啊 我再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 来各位 如果我刚才这个表格 你听到余力物力 或者你不会 我再教你一种比较笨的方法 这也是当年 我学习用到的一种方法 因为当年没有老师讲 就靠自己误 谁跟你讲什么 本金利率实际利率 没人讲没人会 就靠自己误 误怎么误 来 我教你个方法 看好了 你知道什么叫账面余额吗 请问 你知道什么叫账面余额吗 你是不是知道 我问你 应付债券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第一年 这俩加一块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俩加一块 这叫账面余额 对不对 好 你把它理解为是本金 这也没问题吧 好 第一年你是不是做了 算利息多少 521635 付给人家60 所以插个借方去调 请问 这笔分入做完之后 你应付债券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来 你告诉我 现在你拿计算机去算 它的余额是多少 你原来是这么多 对不对 现在在借方数冲了个718365 是不是得拿它去减它呀 负债借方 是不是往下减呢 你算出来的这个余额是多少 是不是10354335 是不是这数 你减 你先进去减 拿这俩 这不账面余额吗 去减去它 它的借方 你减完之后是多少 是不是10354335 是不是这数 好 是这数 这数是啥 这数是本金 是你第一年年末的本金 来你再看一下 抬头看那个表格 那个表格 第一年年末的本金是多少 是不是1034 对不起 10354335 是不是这数 好不好用 再来一年 付息该付付 借应付利息 代银行存款该付付 好 我们书上只写到某二年 我再给你写一年 来财富费用 你算出来那表格上多少 是不是5177117 6.75 负的还是60 来这俩中间差多少 数差82283.25 这是第二年 借财务费用517716.75 代应付利息60 插个借方 应付债串利息调整 82283.25 它在借方对不对 它在借方对不对 是不是还得往下减呢 咋减的呢 看余额呗 来 余额最初这些 是不是 来减它 减它 来 你算这数多少 是不是10272051.75 是不是这数 是不是 来 这回你再抬头看 第二年年末 第二年年末 它的胎鱼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以此类推 你说这个什么胎鱼成本 什么本金的 我不知道 好 不用你知道 算余额会不会 算余额会不会 这回会了吧 拿余额成实际利率 就是你的利息 就是财务会 每年付的利息都是60万 所以会倒计出利息调整 会不会这回 会了吧 你不用用表格 哪种方法你会了就用哪种方法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这种方法你会了 自然而然你别懒 动手去做 做完之后了 自然而然 每年的你就都会了 听明白了吧 每年的你就都会了 这种方法是不是很好 这是我当年学习用的方法 但是那种方法说白了 它不是理论 它只是可以用这个盯账啊 或者账户余额啊 用这种方式去理解 明白这意思了吧 就是用它的余额去算 我给你换另外一个题 换另外一个题来 最后还本还稀 还本还稀就是借财务分 就是最后一年的 然后借应付利息面值 永远基础是它 永远基础是它 利息调整是最后一期的 银行出款 就是最后一年的本息核 最后一年的利息还是60万 本息是1000万 所以本息核是这么多 看表格就OK了 看表格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个题 就这个题 就这个题 我们这里要求 大家算的是胎余成本 要求大家算的是胎余成本 但实际上呢 你可以用我刚才教大家的方法 来 21年1月1日 蒋公司发行三年期公司债券 该债券面值是8000万 年利率4% 每年12月31日支付当年利息 到期归还本金 同类债券市场利率6% 不考虑下期数 问你 22年12月31日 该债券的胎余成本是多少 看好了 我是21年1月1号 我现在问的是22年12月31号 这是第二年年末的本金 第二年年末的本金 咱先把第一年年初的本金得找到 这题没给 他只给了面值 只给了年利率 只给了票面 这个实际利率 但是这下边给了什么 给了负利 就是负利限制系数 和年金限制系数 能算出来不 你每年给人利息给多少 是不是320 这是什么 年金呢 乘年金限制系数 所以是320乘以2.673 然后再来 这是什么 负利对吧 负利最后你要还人多少 8000 所以是8000乘以0.8396 这个数字算出来的 就是你的实际发行价格 即本金 来我给你算一算 这个数多少 320乘以2.673 这个记住 然后是8000乘以0.8396 再加上这个数 这是多少 这是7572.16 这个数字我算的对不对呢 各位我自己系列有没有数呢 你看一看 你的票面利率是4% 实际利率是100% 打折 面值是8000 所以我打折 大概率这数我计算的是对的 大概率我计算的是对的 7572.16 你看这还有这数呢 7572.16 那这肯定不对了 把它干掉 这数肯定不对 干掉 好 我就问你 第一年年初的本金我有了 那么第一年年末的本金 我能不能算出来 年末的本金怎么算 我给过你公式 你看到了吧 这个时候你别跟我俩讲说了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我给过你公式 解题告诉我看到了吧 怎么算 拿年初的本金乘以块 一加实际利率去减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是不是给你公式了 来 年初的本金是7572.16 乘以块一加实际利率是6% 减去320 这320在这呢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这个数字算出来的是什么 是你第一年年末的本金 来 我给你算一下 乘以1.06减320 这是7706.49 你看也有这数 但是这数肯定不对 为啥呢 因为这是第一年年末 人家问的是第二年年末 那可能是8000吗 一共三年期 它不可能是8000 所以这个题实际上 我做完第一年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但是我还得往下做一年 再做一年怎么做 来 第一年年末的本是7706.49 乘以块一加上实际利率6% 减去还是320 我再给你算一下 乘以1.06减320 这多少 7848.88 7848.88 看是A不 是不是A 会了吧 你说这东西我不会 那你懒 前面有公式 背一背 背一背 先会算 慢慢慢慢的 自然而然的 学往后边前面就会了 先得会算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A选项 就用那公式往里套就行了 给大家留个课后作业 今天下课 把这分录 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 缓本缓期 把分录给我写了 你信我呢 把分录写了 自己算 别抄这上的数 自己拿计算器 一步一步去算 然后把分录给我写出来 听明白了吗 你听我话 你要是不听我话 那你就爱咋地咋地了 来 第二个问题 可转换公司债券 各位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和一般公司债券的区别是什么 一般公司债券 我作为你的债券人 我买你债券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可转换公司债券 你买我债券 我赋能一个权利给你 就在这个债券上 我再给你个权利 说你拿这个债券 一定时间之后 你可以把它转成我的股份 转成我的股票 你从债券人变成我的股东 你看这事好不好 正常买公司债券 你就是普通债券人 是债券与债务之间的关系 但可转换公司债券说了 你现在是当我债券人 对不对 拿一段时间 你可以转股 把它转成我的股份 你可以从债券人 转成我的股份 各位我就问你 这事好不好 这事好不好 如果这事好的话 我就问你 这个东西 你说它要比一般公司债券 是价格高还是低 是不得高啊 那好东西当然得贵卖呀 对吧 所以我们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实际发行价格 要比没有转股权的 一般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要高 而高出来的这部分 就是它的转股权 未来它要转成股份的权利 你卖给它了 既然人家未来可以成为你的股东 所以现在你收到的这个权利 本身也是一项权益 而不是负债 我们把这项权益叫什么 叫其他权益工具 这是一个所有者权益类的快递科目 听好了 假设我在这面值是1000万 然后如果是一般公司债券 它的实际利率是5% 票面利率是4% 我就问你 如果是一般公司债券 它的发行价格是不是要小于1000万 你票面利率低吗 对吧 假设它的发行价格是900万 假设它的发行价格是900万 当然这数字不准 假设发行价格是900万 好 但是这是一般公司债券 我现在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可转换 未来可以转股 这里镶嵌了一个转股权 当然这个权利你得花钱去买 所以你的发行价格是950万 你会发现这里照比没有转股权的 一般公司债券数多出来这50万 多出来这50万是一项权益 这个权益叫所有者权益 因为未来它可以转股嘛 所以把这50记录到一个所有者权益类的快递科目 叫其他权益工具 听明白的意思了吗 叫其他权益工具 来我们看快计分路 借银行存款 你多少钱来的 950一般公司债券 它的实际发行价格是多少 是不是900呀 我们刚才算是900对不对 面值是1000 利息调整是100 所以这俩 你看一借一袋这俩是不是900 你多了那50 是权益成分的供运 50 它是权益成分的供运 50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现在问你 权益成分的供运怎么算 那应该是拿你实际发行价格去减负债的 没有转股权一般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 我又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一般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 也把它称之为叫一般负债的供运价 就是你实际的发行价格减负债的供运 剩的就是权益成分的供运 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明白吧 我解释一下这个科目 其他权益工具 它核算的就是 如果企业发行的是普通股以外的 你还把它归类为权益的这种工具 金融工具 我们用到的快递科目 叫其他权益工具 比如说你发行优先股 我把它归类为权益了 那它不是普通股 你不能用股本 你发行是借银行款 带不是股本 带什么 带其他权益工具 再比如说你发行永续债 我也把它归类为权益了 有同学说 永续债怎么可能是权益呢 哼 你太古路广文了 等到第十三章 永续债优先股 这俩东西要折磨你的 不要看实质 对不起 不要看形式 要看实质 我们讲第一章有个例题 你还记得吧 种票 最后是归类为权益了 所以永续债 假设我们根据发行条款 把它归类为权益了 好 借银行出款带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 因为它不是股本 它不是普通股 所以其他权益工具 是使企业发行出普通股以外的 归类为权益工具的 各种金融工具 记住没 记住没 好 说清楚了 第一个 这个你先略 这块你先略 不是我不讲 是你今天 你听完之后 你也听不懂 就你们这样的 你听不懂 明白了吗 因为已经到你们极限了 咱就先把一般 简单的给大家说 下个特来复习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给你说了 接下来 在没有转股之前 它和一般公司在这一样一样的 该算利息算利息 刚才我讲一般公司在这怎么算 那它就怎么算 接下来 转股时 这个你得好好看了 转股 它是不是把债券 从债券人变成了你的股东 那我就问你啊 这个账上还有负债吗 还有吗 没了 所以 咚 这一堆负债 干掉 对吧 你别看这么多 咱先了解道理 你还有负债了吗 没有了 你就都转股了 好 咚 这一堆负债干掉 现在它转成什么了 转成你的股东 并且人家是转的普通股 各位 我刚才说的普通股用什么 用股本 你原来就用了一块 还有叫什么来的 其他全工具是不是没了干掉 因为人家已经变成了什么 普通股股东了呀 当然转股的数量 这是我事先定好的 转股数量是我事先定好的 你这边比如说一千万 我转股数量是一百 你会发现有差额 这差额叫什么 叫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下边不足一股的 你比如说转股价格你定好了 十块钱转一股 最后剩个九块钱 你把这钱付给人家 因为一股是十块钱 股本十一 但我转股的价格 我可以随便定 我可以定一股十块二十都可以 你这边一转完之后 变成19.5股了 那个0.5股我没法给你 怎么办 拿现金补足 拿现金去补足 好 来接下来 我们举个例子 拿个例题 我们比过比过 在讲例题之前 这里有个解题高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解题高手 首先第一个 负债成分的供应怎么算 就是没有转股权 一般公司在这里的实际发行价格 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 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 第二个是 全益成分的供应怎么算 就是拿你实际发行价格去减去 你第一步算是那个负债成分的供应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是确认多少资本公寄的问题 这里有公式 我先不跟你讲 因为你也记不下来 对吧 一会咱找题 做完之后 活用他 你再看我这公司 一个字 箱 一个字箱 来先找题 找题做 说蒋思经批准 于20某一年1月1日 按面值发行五年期 一次还本 按年复息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两亿元 款项以收纯银行 票面年利率为6% 债券发行一年后 可转为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每股10元 啥意思 你的债券有10块钱 就可以转移股 所以就叫转股价格 股本的面值是一元 在这谁有人 若在当期复息前转股的 那么应付债券的面值和 应计利息之和 除以转股价 计算转股的股份数量 来 这句话我跟你说清楚 听好啦 我们正常情况下 转股是没有应付利息的 就利息你该给人给人家 不计算 听不懂啥意思不 我第一年年末 我说可以转股了 但是我分期付息 我第一年年末的利息 我说没给人 没给人 正常的情况下 你把利息给人付了 剩的你去转股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在于双方的约定 如果人说了 说这个利息我没付你 那这个利息和应付债券 面值这俩合在一块 你都可以转股 那好了 这是在于约定 我再说一遍 这是在于约定 一般情况下 利息该付就得付出去 他不差于转股 好 继续 说假定 2022年1月1日 债券持有人将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全部转为普通股股票 贾文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二级市场与之类似的 没有转股权的市场实际利率为9% 已知这叫什么 这叫负利限值系数 五期利率9%的是0.6499 年金限值系数是3.8897 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干什么 算负债的供应 负债供应怎么算 没有转股权 一般公司在这的实际发行价格 实际发行价格怎么算 每年现金流量折现 算限值 限值怎么算 利息是年金 本金是负利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我不写了 我们先算一下负债成分的供应 负债成分的供应 最后你要还给人两个亿嘛 年金负利限制系数是0.6499 然后每年的利息是两个亿的6% 乘以年金限制系数是3.8897 算出你没有转股权 负债的发行价格是176.656.400 这个数字是什么 各位 这个数字是你没有转股权 一般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 即负债成分的供应 好 你现在实际的发多少 你发两个亿啊 你看 他说他按照面值发行的 那你就是按两个亿发的呀 两个亿去减负债成分的供应 剩的这个233436500是什么 是权益成分的供应 所以我们把权益成分的供应算出来了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快递分路 收钱借银行存款 然后带其他权益工具 这数是我们算出来的 面值就是两个亿 然后插格借方 实际上这是一个溢价发行 还是折价发行 各位 你看一看 溢价发行还是折价发行 你必须得打折 对吧 利率是多少 你票面利率是6% 实际利率是9% 你必须是折价发行 而且你算出来这数字 也是小于两个亿的嘛 所以你是折价发行 明白了吗 折价发行 各位同学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咱书上有例子 明天我还得给大家提一件 该 有同学会认为 你利息调整是多少 我其他权益工具 权益成分工具 就是多少 注意 这俩是巧合 为什么巧合 你是按面值发的 如果你不是按面值发的 这俩数就不等了 听明白了吧 如果你不是按照面值发的 这俩数就不等了 所以这两个数字一样 纯属巧合 你不要把它说 这个一样 他俩就一样了 不是 纯属巧合 听懂了吗 因为我们是按面值发的 如果不按面值发 那就不等了 所以你不要认为 他就是他 所以叫做利息 是有误导性的 OK 好 因为题目当中告诉你 持股 持债一年之后 可以转股 所以第一年年末 我在没有转股前 我跟一般公司在这一样 一样的话 该算利息算利息 利息怎么算 各位利息怎么算 拿你的本金 去乘以你的利率 本金是多少 各位本金是多少 那就是他呗 对吧 这不就是你的本金吗 说我刚才的方法呢 找应付债地月 来 代方 简介方 代方 简介方 那不还是他吗 这是你的本金 对吧 本金乘利率 利率是9% 你可以乘一下 你可以乘一下 来来来 我给你算 176656400 乘以9% 这是15899076 是这数不 看看 在这 15899076 是这数不 所以把这个数字 给我记录到 财务费用当中 好 然后你付利息付多少 那应该是面值乘以 票面利率 一下 那出差格了 差格在代方 利息调整 因为你来的时候 借房利息调整 所以贪销的时候 从贷方去贪 好 接下来 我问大家个问题 你说 我现在这个 应付债券 它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你能算出来吗 余额是多少 打头的 来来来 两个亿 去减它 23343600 对不对 这是你的账面余额吧 不就是它吗 好 我这里数债 代方又增了一个 3899076 所以你现在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各位数往上加 对不对 数得往上加 来 我给你加一下 这多少 最初是176656400 再加上3899076 所以现在的余额是 180555476 这是它现在的账面余额 对吧 好 一年之后了 这不是一年了吗 我可不可以转股 可以 但是转股的时候 人怎么说的 你看它转股怎么说 是按照应付债券的面值和应付利息之和 去除以转股价格 好 我就问你 面值是多少 是不是两个亿 我单位是外缘了 和应付利息之和 来来来 应付利息是不是还有1200呢 这就看约定 加在一块是多少 加在一块是21200 你的转股价格是多少 转股价格是10元 那我就问你 能转多少股 能转多少股 这一除完之后是2120 是不是 所以你转股的股数 是不是定下来 是2120万 这会算不 会不会算 2120能算出来吧 好 那这2120是什么 你告诉我 是不是股本啊 所以这个分录当中的股本 2120万元 我说算出来了 好 这分录你不用管它 那接下来我就问你 你说进资本攻击 这个金额得怎么算 进资本攻击的金额得怎么算 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原理 来 方向来看一下 你说没有负债了呀 这一堆负债数给干掉 所以刚才负债的余额 我说让你算出来了 就18多少 那个180555476 是不是算出来了 所以端 负债充了 其他权益工具还有吗 没了 变成股本了 所以你原来进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 是不是也得从现场充掉 包括你的营付利息 都得从现场统统充掉 然后代方是股本 最后形成差格 资本攻击股本一家 我们可以算一下这股本一家是多少 来 各位 我不忘后看 你也不用看那么冗余的公式 或者那么冗余的分路 我先把这数能够让你算出来 我们面值是 那个余额是多少 是180555476 是不是这数 是不是现在我第一个大圈里边 不含那个 是不是这个圈 是不是它 各位是不是它 是它 好 这个应付利息是多少 应付利息是1200万 这个题呀 最讨厌的点是什么 就是 数太大 最讨厌的点就是数太大 好 1200万 其他权益工具呢 其他权益工具 你看看最数是多少 数是23343600 这就相当于看好了 这数是一个大圈 这也是应付利息 这也是其他权益工具 这些在街坊上 我是不是都有了 来 带方这是多少 21201234一个 收2120万 那你说这个资本工具 能不能算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资本工具啊 加上1200万 就是12 1200万 再加上23343600 去减 1212 几个零 这是五个零 对吧 是五个零 是 所以资本工具是 哎呀 194699 076 这个倒霉的题啊 就是因为数太大 来你自己对照对照 看是不是这数 你自己对照是不是这数 你看那分数最后那结果 是不是这数 是吧 回过头来 你再看一下刚才我给你写的这个转股时 要确认的资本工具是怎么算的 拿转股日应付在这的账面价值 哪个数 上面那一堆 那些数 对不对 加上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 来 哪个数 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23343600 这一堆 对不对 然后去减 古本得经 古本多少 古本数 2120万 那你会发现 我刚才给大家写的公式里边 是没有这个利息的 我解释过 一般是没有的 我们这个题 人家告诉你说 转股价格当中 它包括这个利息 说这利息我不付你钱 我直接给你股份了 这是可以的 如果有 那你就把它记里边 如果没有 那就拉倒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 实务工作当中也是没有的 明白这意思吗 这个数字 是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这个后边的数字 我不一个一个给你念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各位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拿一道例题 这个数字小点 你看都是整数 基本上 拿这个例题 我带着大家去走一遍 这不是教材例题 这是2013年的 13年的单选题 这个数字小一些 我带着大家拿这个数字 列一列 听明白了吗 来各位 蒋思 20某二年一日发行 1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分面值是100元 每分发行价格是100.5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两年后 可以转成四股假公司普通股 就是每份债券转四股 相当于转股价格是25 每股面值是1元 蒋思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负债初始计量 是100.150万元 这都不用你算了 直接给你了 20某三年12月31日 与该可转换债券相关的负债的账面价值 是100.050万元 也不用你算了 也给你了 20某四年1月2日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为假公司股份 蒋思应可转换公司债券应确认了资本不及股尾一价是多少 你用我刚才教你那公司 你看 他某四年年初是不是都转股了 那你就用某三年年末负债的账面余论 他给了多少 给了多少 100.050 去加上什么 加上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权益工具供应价没给 但是我们能算出来 然后去减什么 我写上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去减什么 减股本 股本他给你了吗 他说每一份 每一份是多少 每一份是可以转四股 他发了一千万分 那就是四千万股 所以这里只差一个什么 各位 只差一个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那你能不能把权益工具的供应价算出来 是不可以啊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能不能算出来 你的发行价格多少 是100500 是吧 这个数 你的发行价格是100500 是不是拿一千 去乘以100.5 拿一千 去乘以100.5 这是你的实际发行价格 看到了吗 没问题吧 然后你负债的供应 题目给的 是多少 是100 150 你看它俩差多少 差350 各位 这350是什么 这350就是权益成分的供应 所以把这350放上 你算上这数多少 13个050 加350 减去4000 96400 嗯 我算错了吗 那有 96400 所以正确答案是 第选项 这个题很简单了 那这是13年的考题 有同学说 你们都听得懂吗 那你们就告诉他 你们都听得懂吗 你们都听得懂吗 大部分人是能听得懂的 一小撮人 我们直播间六七千人 你看刷屏听不懂 是多少人 你算那个比例 我不瞒大家说 我今天讲的速度很慢了 真的很慢了 如果说你要认为 刘老师你这书口跟不上 那大概你得再听一遍 我有意说 各位学猪快啊 你现在学的是猪快啊 不是说学一遍就OK的 能力不一样 每个人 有的人可能 这个速度刚刚好 有的人感觉太慢了 可能还有人说 哎呀 这速度太快了 我跟不上 脑子撞不过来了 那怎么办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学习方法 跟得上的同学 你别骄傲 是吧 你也拿笔算 让基础更加夯实 刚刚好的同学 你拿笔算 让自己加深记忆 跟不上的同学 不要放弃 再听一遍 我不想我直播间 所有同学动不动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我把这考试放弃了 这个没有用 对吧 你一考试放弃了 你放弃了 明年你不还得再来吗 除非你不考了 否则你还得再来听 就这么个原因 最后一个问题啊 分路文写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简单说 长期应付款 咱们今天稍微压一丢丢谈啊 什么叫长期应付款 就除了应付债券 长期借款以外的 长期应付款箱 最典型呢 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 我们之前讲过吧 借固定资产 借未确许融资费用贷 长期应付款 就那东西 行了 讲完了 到此为止 我们就把整个第八章 负债的所有内容讲完 这一章的重点 我个人认为 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前提是一般公司债券 这俩涉及到大量的计算 你扪心自问各位同学 计算器准备准备 有没有算 我上课这么长的数字 我都拿计算器去算一遍 你都不算吗 是不是 所以各位 因为时间上的原因 我不再压堂了 不再压堂了 我们说说作业吧 好不好 说说作业 第八章我讲完了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 把第八章 只做好题 包括第五章 我们也结了 第五章 这两章 这两章的只做好题 要完成 别拖啊 你要拖的话 大概率后边那题越来越多 你就跟不上了 你今天就废了 心情他妈你就废了 我跟你讲 一定要现在咬牙坚持 你想一想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你当时那个雄心壮志 哪去了 你当时那个咬牙切齿 那个劲儿哪去了 怎么遇到一点困难 就不坚持了吗 怎么遇到一点挫着 就要放弃了吗 不要这样 我现在低了你 抓你一把 所以各位同学 记住啊 第五章和第八章的 只做好题都可以做了 我们明天的课将 继续往下介绍第九章 所以各位同学 抓紧时间 完成作业 明天晚上我们七点 还有课 各位同学 您今天学习辛苦了 祝大家 今年 必过 今天是2022年的 3月14号 祝大家今年必过咯 把他去掉 人还要截屏呢 人还发微博呢 你老过梦出来 是吧 各位同学 一定要坚持 有一点挫着就放弃了 你不可格 你放弃了 我不能放弃 你说我不想考了 我不让 咱都上了这条船 我怎么能让你下去呢 咬咬牙坚持坚持 也就过去了 说白了啊 筑派这是冰山一角 是吧 先坚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认为我下边说的话 没有什么用了 你就可以下课了 下课了 我现在因为要给大家上课嘛 所以我坚持堕炼 要不然我是一个小时 去跟吹雨去打乒乓球 或者一个半小时打乒乓球 让自己身体会有一个多炼的过程 因为我这么多年都不堕炼了 我为了减肥全是靠饿 饿也是一种毅力 我跟你讲 疫情期间 20年春节 疫情期间 我整整饿了半年呢 整整饿了半年 从180天饿到143天 当然最近一段时间 头上和之前我又反弹了 因为我吃饭了嘛 所以这个是不健康的 那我想让我自己健康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对吧 这个有一说一 我想让自己健康的瘦下去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从改善饮食 包括自身多恋开始 如果我中午 这个不去打球的话 那我中午一定是去走路 跑步 因为我膝关节受不了 所以我一定是快走 各位我要走40分钟 你知道最艰难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15分钟到25分钟 这段区间是我最艰难的 我就熬不动 但是我咬牙 我要把它坚持下去 从15分钟的时候 你这个体能开始 就有点坚持不住了 到25分钟的时候 你就已经到了顶点了 说啊怎么还不接触 因为我定好了 就是40分钟 但是你一旦过了25分钟 你会发现 我的天哪 一会儿35分钟 一会儿40分钟到了 达到我的目的了 所以我每一次都在不断的去坚持 一到15分钟就坚持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15分钟 已经没啥问题了 到了20多分钟 我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怎么办 我咬牙坚持 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让我健康的瘦下来 瘦下来算不及就大家赏息悦目 你看着我赏息悦目 你就有这个动力来听课 来听课 你通过的概率就会高 就这么简单 我不去想那些什么虚无缥缈的 说我让我自己看着这个怎么怎么的 没有用 我说白了 我自己让我自己形象好一点 你们来上课 爱看我 多听 多做 对吧 你信任我 你考试通过的概率就高吗 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问题 行了 各位我们今天直播课 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了 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大家晚上不要睡觉 睡什么觉 考诸会睡什么觉 赶紧给我做题去吧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